评论 关注现在 影响未来 高深 期待 高深 期待 欧阳手 站立下来 安惯 落空 刻 蜜蜜 地道 我信你哦 哎呀 你不要动我啊 啥意思 我这里跟我说 我妈里面真远啊 你没关系 你没关系 我机板车车都没路线了 好吧 这个时候都没了 我告诉你的 他这个就是警察记录一下 到底怎么样 我看到人家 这叫高权 很高的太早了 他一记录你让我去告诉你 不要动 不要动 让他给你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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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评论话的短视频节目 我是秦伟平 今天的话题是上海警察打人事件 让公众怀念杨家 我们知道在9月1号 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前 有一个短视频是传遍中国互联网 社交媒体网络 然后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在上海市松江区 也就是9月1号当天呢 然后有两个警察呢 面对一个抱着 可能不到一岁的小孩子的一个妇女 然后粗暴执法 把那个妇女打倒在地 然后小孩子也摔到地上 然后引起公众愤怒 这样子引起民愤 这样一个事件 这个视频呢 说实话 包括海外 现在传的也是非常热 然后大家觉得 非常非常气愤 我也在推特上说了 骂了一句 简直是 禽兽不如这些警察 对不对 我们知道上海 算是中国文明程度 比较高的一个城市 也是我一直推荐的说 中国管理 算是不错的一个城市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 在上海依然发生这样的一个 骇人听闻 难以接受的一个事件 在去年北京 发生一个黎阳事件 对不对 黎阳是被嫖娼啊 这样子被打死 这个事件 让公众对北京的警方 然后说实话 是彻底失去信心 像没想到在上海 又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知道说 在中国警察打人 然后肆无忌惮的去 打所谓的这种犯罪嫌疑人 或者说普通的公众 查他们的身份证 这些事情其实屡见不鲜 大家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关注 但是这一次事件 为什么说引起 全社会那么大的一个反响呢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 因为 事件里面有个当事人 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我们知道中国人 我们基本上是受欺负惯了 然后 对于小孩子来说 可能是 有一些特别的情感 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我们 中华的传统文化来说 对妇女儿童老人 那应该都是一个特别的 惯爱啊 或者是照顾这样的 这是一个起码的人之场景 就好像说 黑社会他们在做事的时候 做坏事的时候 都不会去欺负妇女儿童 对吗 讲江湖道义 但是我们没想到说 所谓的穿着这种上海 人民警察的这些虎皮的 这些人民警察们 本来应该保护公众安全的 这些人员 然后居然是这样的嘴脸 面对普通的公众 然后 肆无忌惮的去 去野蛮执法 然后 不光叫野蛮执法 就为所欲为了 然后不顾这个小孩的生死 说实话 我们当时对对的小孩子都是 捏了一把汗 小孩子的那个后脑勺是着地的 稍微尝试的就知道 这是可能会引发生命危险的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说受害人 这个妇女还有儿童 有没有得到说 很妥善的治疗啊 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官方的反应 官方反应其实非常奇怪 第一反应说是 一个中国警察网在辟谣 说那个不是 在上海的事情 是两年前发生在什么 广东清源的事情 然后 后来自己打脸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视频清晰的拍到说 那个车的牌照就是上海的牌照 然后很多目击证人也证明说 就是上海松江发生的事情 我们知道其实 在九年前二零零八年 上海发生了一起 影响全世界的一个一个舆论事件 就是上海 眨北区公安局 被一个青年叫杨佳 然后闯到公安局里面 然后去泄洗眨北分局这样子 大概杀的是六个 还是八个警察 原因就是 这个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旅行的时候呢 被当地的警察呢是粗暴的对待 然后 遭到诬陷 然后又没有通过合法的渠道 又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所以杨佳最后是通过于军的这种方式 当然杨佳最后也被判处死刑 但是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 我觉得大家可能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就是说 有些事情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要给你一个说法 这代表说底层的这种抗议反抗这样子 其实话说回来 其实这种底层的普通的警察 也都是社会底层 普通老百姓也是社会底层 但是呢 这种底层社会之间 没有互相关爱包容 而是互相伤害 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 我们有时候讲说中国 不民主啊 然后西方的这种民主国家会怎么样怎么样啊 觉得有时候中国的问题可能还不光是民不民主的问题 完全就是一个文明社会和一个野蛮社会的问题 我们中国对外老是说自己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啊 文明大国啊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看我们中国目前的社会状况 这种大家的精神面貌所作所为 包括政府公务员的这种服务效率服务态度 我觉得真的是愧对文明这两个字 我觉得当然我也非常生气 这种生气其实跟很多人一样 因为我们还是关心中国 热爱中国热爱这个国家 所以才会生气 如果说我们完全就对这个国家失去信心呢 可能可能都不会再谈这些事情了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在想这个事情引起如此多的关注 然后公众想想我们该怎么样去生活对不对 公众其实说实话追求的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真的是要民主要选票吗 我看到很多老百姓其实都很卑微 只是希望说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有个基本的尊严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说实话 这根本就没有保障没有尊严 也没有安全感 我不知道上海的市民看到这个有什么感受 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警察国家 变得非常非常可怕 大家还想一想明天会是怎么样 明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 结合我自己预测的中国危机路线图的话 现在整个债务危机啊 金融危机还没有全面爆发 如果爆发之后 到了经济危机经济萧条这种阶段 大家可以想一下整个社会混乱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真的是不敢想象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舆论事件 也是给大家一个一个警醒吧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是不成样子的 有人在批评说 美国会不会警察也是这种粗暴执法怎么样 很巧的是 有网友推出找出一个视频说 也是美国一个妇女抱着小孩跟那个警察发生一些冲突 然后警察都是非常克制非常有礼貌 然后那个女士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 还打了那个警察的脸一巴掌还是怎么样 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的一个一个执法的过程 当美国警察都是合枪实弹的在执法 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 他们可以开枪去向对方射击 保护自己的安全 但是呢 普通执法的时候应该都是非常文明礼貌 讲程序 没有想到这上海这个执法事件 这样一个打人事件 对于这种妇女儿童都是这样子粗暴残暴这样子 说实话是有点大跌眼镜的 如果长此以往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想想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官民对立 警民对立这样子 然后呢你如果没有一个公道的话呢 没有公平正义的话呢 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人向杨家学习 变成一个个又一个杨家这样子 向他们讨要说法 我当然不希望说中国变成这样的一个糟糕的局面 但是但是如果我们享受不到公平正义 得不到尊严的时候 我认为用武力向这些警察里面的败力 或者像这些暴政机器讨要一个说法 这也是一个正义的事情 我希望这次警察打人事件 这些造势者也应该受到应有的处罚 另外呢我希望上海的公众 特别是可以给他们这些松江的当事的警局 包括一些当事的警察给些压力 我们当然不鼓励说我们去把那个造势警察去杀掉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有血腥的人 我觉得这打他一顿完全是可以的 让他们付出代价 让他们知道说你不可以为所欲为 在这个国家我们还是 还是怎么说呢 就好像官方一直在讲依法治国一样 你如果做不到依法治国 那老百姓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的一个尊严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一个评论号的短视频节目 然后因为我是在重感冒 然后状态不是很好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多多包海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 1